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选举开票结果出炉 蔡长坤获得8068票 刚好通过选举人数20%的当选门槛 尽管无效票高达16083票 等于是有效票的一倍 他还是能够顺利当选 这次的乡长选举的不公 现任的乡长许中复 选前四处游说 但是在8月30那天晚上得知 怎么后选怎么换人 他因为个人人生的规划 他决定放弃了不连任 但是不连任也没有将这个权力 给我们湘敏 只有一名参选人 湘敏别无选择 抗议黑箱最后结果 却让蔡长坤低空飞过 惊险过关 费票联盟是一堆 我们也当时有跟他们说 他们说发表新生 我也说不连任 这就是我们民主国家 蔡长坤说尊重民主选择 希望透过实际作为和政策 可以拉拢乡民的心 不过这一回 废票比得票数多出一倍的状况 可以说是全台唯一 就算胜选也赢得很没面子 夏立全料一德 周树军 云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